大家看这个饺子了吧 这个饺子呢就是宋姐的朋友昨天送来的 让我去喂狗去 说放在那个家里面 这饺子都脱了 那小狗吃行 他们自己包的 都站在一起了 我现在拿走 天津预报 爆的是连下三天大雪呀 真准呐 外面现在下老大了 它在主要路上 有些时候吧 它这个视频拍的有点模糊 但实际这个雪下的可大了 雪花就往这边飘呢 这一会儿呢 雪已经停了 这些狗呢都是流浪狗 我每天都来喂喂它们 大家看看哈 看这些小狗都变成啥样了 这一冬天马上就快过去了 到五月份以后呢就好了 五月份我家这个地方呢就开化了 然后所有的野果啊 什么山货啊全都长出来了 到五月份就不遭罪了 我现在回家做点饭来喂喂它们啊 这些小狗吧 要一天不喂的话 它们该冻死了 因为现在这个外面全是雪 想找吃的啥都没有 全都盖住了 现在是冰冻三尺啊 现在回家 我现在已经到我妈家了 完了今天呢 喂这些小狗呢是饺子 我把这个饺子取话跟大家说说啊 这个呢就是邻居 就宋姐那个朋友给拿过来的嘛 她就拖了 完了她让我就来喂这些小狗 她知道我天天喂狗吗 她这是化了她沾在一起了 所以说她说她就不行了要来喂狗 完了这些饺子呢都是我妈买回来的 这些饺子是啥原因呢 就是前两天我妈上那个商店去买东西的 完了商店呢有一批过期的饺子 完了是20等我看看日期啊 是一批过期的饺子 完了我妈呢跟他讲讲价 然后便宜啷嗦的给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就每天就喂这些小狗了 就这些饺子 这些饺子吧 虽然说是过期的是2022年12月10号 但是吧她都是冻了的 她都能吃都没事 这也太硬了冻的 下锅以后不得乱套了啊 不然就咋这 最后下 最后下行 不行 一会拿斧子做吧 这还有这也是活的 这个能摆着吗 嗯这也活的 这是啥馅儿的 都是肉馅儿的 这个饺子还没有过期那饺子好的 就是过期饺子但是它不沾在一起 是这一下都黏过了最后下 妈看锅开了吗 这个不能等太多下 嗯 这下几锅吗 这下几锅吗 这一锅就能够下三点 就下好几锅 这四大有点坨 没见下四大有点 还是被整坨了把握点 但最后再下这个坨就行 最后再下这个坨就行 最后再下这个坨就行 这个是最后一锅 就是坨的那个 你看之前的好的多好 虽然说它是过期的 但是它不化呀 这个 这里都是肉 那两个牛肉 煲的一锅牛肉味 牛肉馅儿的 嗯 翻下了 整碎了 行 这个汤里就觉得够了 这小老虎汤吧 大家看见这一盆了吗 这一盆呢 就是我妈给小老虎准备的 因为我我我妈吧 每天跟我爸他俩 在那炉子上做完饭的时候 顺便就给小老虎 完了带出来一口饭出来 小老虎他们几个 然后这就够了 完了这些呢 就是为那个干台 对这个是圆的 刚才让大家看那些狗 一会儿我妈就为小老虎去了 我现在去喂那些狗去 咱们现在出发 我只要一按喇叭 他们就全来 因为每天都喂他们嘛 喂他的时候我就按喇叭 全习惯了 咱会儿别着急 扭一下饺子啊 别着急啊 大家看看这些小鬼有多喜欢吃饺子 然后洗了开啥子 让你们听听声音 听听声音啊 听听声音啊 听听声音 这狗子进盘里下来 进盘里吃下来 听听声音 看那声音了吗 赶上去火车头的声音了 这个它那个啥了 吃光了 来 多吃点吧啊 这天太冷了 不以前就好了 别咬别咬 大家看见了吗 这都是天天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们还相互咬啊 实际上那个商店买点那个过期的饺子挺好 但是不好碰 就前几天我妈去买的时候 把他家那个过期的饺子便宜 都全买回来了 然后全喂他们 虽然说他是过期吧 但是他那个饺子他没换 他没话他也没驮 别咬别咬 欺负死了 等他们吃完了以后我就走 我得我得在外面看不到这些盆啥的 要不那盆啥的该丢了 全部吃光了 我开始把昨天晚上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野生木耳给邮走 这个木耳呢是存野生木耳 我妈呢都已经过完塞了 过了两遍塞了 大家看看哈 一点渣子一点碎的都没有 有很多朋友说大海你家的木耳真干净 因为都是我妈和我爸在家过了两遍塞了 你看看一个是一个想找碎的都没有 这个野生木耳泡完了以后呢是非常肉头的 口感也是最好的 给他抓一把出来用水泡泡 要是炒了吃跟蒜子吃的话呢 泡完了以后拿出来直接下锅就行了 要是凉拌的话呢 必须也抄一下子哈 抄一下就是打个水抄的意思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野生木耳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链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出装或者店铺 在店铺里面找野生木耳就行了 下完单以后呢每天都发货啊 我现在开始干活 呃对了跟大家说一下子 单子下完了以后呢每天都发货 我就送到快递去了 但是我家乡这个物流车吧 是两天来一趟 完了有些时候大家看着下完单以后呢 快递已经懒收了 但是他没动回 但是两天左右都动回了啊 要是赶上今天晚上来车呢 今天晚上他就发走 要赶上明天他就明天拿给拿走啊 但是我每天都送快递去 开始干活 呃这个都是黄瓜菜 这一袋十一斤 这都是我家乡山上涨的 这个也在出窗里 黄瓜菜炒鸡蛋炒肉丝老好吃的 看看 我现在去快递大家发货 看这风脑不离上吗 全是雪 就是冻的鼻子化了 蹭不下去了 你看刮都挂不下去 已经到快递了 一会大家发货 晚上十一点 然后更新物流 注意插手吧 我到家了 嗯 今天晚上吃面条 吃方便面 因为晚上吧 宋姐妹在家 就宋姐有时候在家 说说吧 完了还能给热点饭吃 他今天晚上 他是别人请他吃饭 出去吃饭去了 我像我也不想做了 吃点方便面得了 对付一口 这一线终于 那个又结束了 我先吃饭啊 然后咱们明天再见